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睡觉 眼看他真的把自己红包起来往床上放 还把被子给他盖得奄奄的 只露出一张巴掌大的小脸 等东华也躺下来 凤九便又想爬起来 被东华将他的被子按下 乖一点 凤九问他 帝君 你对东海的是不好奇吗 东华摇头 不好奇 因为他们的事情我都知道 凤九啊对一声惊叹道 都说私命是行走的八卦全书 我看帝君才是吧 他这样的评价也不知道是在夸他还是损他 毕竟八卦等同于八公 诚然每个人都有八卦因子 但谁都不想被人叫做是八公 何况是他一直放在画像上更人敬仰的东华帝君 东华隔住被子再凤九被上拍了拍 也没什么奇怪的 那敖青的结界就是我设的 倒也不是他犯了什么过错 只不过是他生了病 甚至差点入了魔 必须与那刻置住他体内魔器的美人山长期待在一起 若是他从结界中出来 他就会完全变成另一个人 十分危险 所以你要离他远一些 凤九了然地点了点头 怪不得他能直接闯入那结界中 原来是东华社的结界 那为什么凹青会变成魔头呢 难道他的亲生母亲是魔族的人 瞧住东华的表情 凤九惊讶地捂住了嘴 不会真这么狗血吧 东华给他一个肯定的微笑 不必怀疑自己 事实上很多事情的狗血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 看来这东海水军真会找夫人 要不找已经嫁了人的南海娇人 要么找魔族之人 而且这魔族肯定不是像少婉 小燕这样挂住个魔头之名 整日却只知道吃喝玩乐之人 应该是真的是对四海八荒有威胁的知足 东华将他带进自己怀里 好了 该知道的你都知道了 该睡觉了 凤九问他 毕军 我怎么觉得四海八荒又要不太平了 你担心呢 东华唇角一勾 担心什么 我的仓和剑好久没隐穴 若真的一直太平下去 估计我只能拿他来切豆腐了 仓和剑委屈地嗡了一声 凤九无言 他倒忘了自己嫁了个好战分子 一日 东华用自己的三清混元真气帮敖心 捡回了剩下半条命 东海水军千万谢 没有一点犹豫地就将千年玄兵作为报酬献上 东华将千年玄兵化成水汽输入凤九的腹中 问他 感觉如何 凤九摸了摸已经微微隆起的小腹 感觉好多了 不会像从前那般总是热热的 帝君 咱们到时候到底会生出了怎样的孩子出来 这又是盘古师又是千年玄兵的 也不知道肚子里的小狐狸瘦不受得住 东华微笑 无妨 不过就是比旁人厉害些 倒也配得上做我东华的孩子 离开东海的时候 东海水军绿珠浩浩荡荡的工人相送 奉九网人群里看了一眼 倒没看到那个神神秘秘的交往情怀 可他们从东海出来之后 刚到岸上 一道水浪就从海中打了过来 奉九一回头 确实那清淮浮在海面 还露出了一条非常漂亮的银色鱼尾 方才那水浪就是这鱼尾打出来的 南海浇人的原形都是鱼尾人身 也能弃珠 奉九以前只是听过 还是第一次见过 他问他 你跟上来做什么 找打吗 清淮懒洋洋地摆弄住自己的鱼尾 不 或是与帝君帝后匆匆一面 觉得甚是遗憾 所以清淮特意前来相送 奉九一摆手 不用送了 你哪边凉快便哪边呆住去吧 不止清淮 连东华都忍不住笑了笑 奉九捏起两根手指 微微捂了五嘴 他最近好像越发学了东华的毒蛇了 东华将他这两根手指拿下来 然后连同剩下的几根嫩白的小指头 一起窝在自己的大掌里 不用理他 我们回家 奉九特别喜欢听从东华嘴里说出回家这两个字 马上乖巧地点头 嗯 我们回家 离开了那个不知道掺杂住多少秘密的东海水晶宫 奉九和东华继续做自己的悠闲散人 近日太成东园子里的花开得特别好 东华就摘了好多用来制香 还做成一个香包挂在他的腰间 说有助于他运气调养 奉九不会致香 但是也会用这些花做成很好吃的鲜花饼 他做了许多 然后让白滚滚和曹哥一起跑跑腿 往各处都送了些去 两个小家伙兴致匆匆的前去送饼 回来时却都是很挫败的双双 搭蜡住两个小脑袋 原本正难得做一次贤妻再给东华凤 这一件外袍的奉九瞧住他们的样子 先看了一下他们的小脸 确定没有花财 问你们怎么了 跟人打架没有打赢 白滚滚恨恨道 娘亲就知道打架 胭脂很多时候不是靠拳头就能让人服气的 滚滚一向比一般孩子都要老成许多 奉九还是头一回看到他这样激动 便问小潮哥 你哥哥怎么了 小潮哥奶声奶气道 姑婆拿来了两个小仙童 阿里依旧就很喜欢跟他们玩 那两个小仙童很厉害 哥哥一站到他们面前好像什么都比不过 他们还说 哥哥之所以在九重天人人喜欢 那不过是因为借助父君和娘亲的光 若没有父君和娘亲 哥哥便什么都不是 奉九竖起眉头 哪里来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仙童 竟敢这么说我们家滚滚 走 娘亲带你们找他们去 潮哥马上开心地拍住两只小肉手 娘亲要带我们打架去了吗 太好了 奉九盲嘘了一声 出了太成功再欢呼 小心把你们父君给吵醒了 东华此刻正在午睡 奉九便带住两个娃娃捏手捏脚地出了太成功 一踏出宫门 奉九就摆出了一副气势十足的样子 直奔喜无功 结果一去就看到糯米团子和他的两个弟弟被两个至少一丈高的巨人架在肩膀上篮 因为这巨人的身子实在是高 导致一览芳华里的桃花稀稀苏苏苏掉了一地 奉九很心疼这些桃花 奉九只住两个巨人问滚滚和潮哥 这就是你们说的仙童 潮哥还一本正经地回答 他们说自己才一百多岁 比潮哥年纪还小 不是仙童是什么 奉九干笑 他们是地仙 地仙的年纪跟咱们天上正儿八经的神仙不一样 不过这两个巨人的心可真高啊 奉九觉得自己仰头看他们都能治好自己的颈椎病 他仰头喝道 你们是哪里来的大块头 听说你们还欺负了我儿子 团子一瞧见奉九来了 马上开心地从巨人身上跳下来 奉九姐姐的鲜花饼可真好吃 可是阿黎就来了两个新朋友 滚滚和潮哥送来的那些好像不够吃 奉九姐姐还有多的吗 奉九刮了一下她的小鼻头 这么贪吃 我问问你 这两个大块头是从哪来的 听说他们还欺负了我家滚滚 团子摆摆手 他们没欺负滚滚 是他们还认生 还不愿意带住滚滚和潮哥玩 其实这两个巨人是父亲造出来的 是送给阿黎的生辰礼物 他们刚刚有人的思想 所以看到滚滚这个生人说话就不怎么好听了 但他们现在肯定对滚滚很有好了 来 大毛二毛 快跟滚滚道歉 那两个巨人果真一起朝滚滚低下头 滚滚对不起 声音竟然如孩童般稚嫩的 奉九听到这名字忍不住笑了 大毛二毛 是你给他们取的名字 团子还自豪地点头 我最不惜那些文周周的名字 大毛二毛多好听 奉九还未评价 就看到自己两个娃娃扯住自己的袖子 眼巴巴道 娘亲 我也想要这个巨人 眼见两个小娃娃都说想要团子的同款巨人 奉九干笑 这个没什么好的呀 你们不是得了神兽露鼠吗 那露鼠又会唱歌又会飞 可不比这两个大块头好很多 奉九这话却得罪了团子 团子嘟起小嘴问 奉九姐姐是不喜欢大毛二毛吗 其实我的大毛二毛也什么都会的 不仅会唱歌而且会跳舞 说住他拍拍手 这两个大块头竟然真的在桃林之中边舞边唱起来 竟然肢体柔软的不逊色与九重天上的女仙 奉九干笑 真真是两只好别致的小东西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Bueno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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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